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自己是一个知名的演员 还是一个专门培养年轻演员的老总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扶摇就是杨幂主演的 在剧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很惊艳的了 但是偏偏有些媒体的采访人员不开眼 刁钻地问杨幂 拍戏的时候遇上生理期怎么办 杨幂回答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杨幂的态度和立场 敬意而又尊重自己 实在是一个机智准确的回答 而杨幂的回答 也是打脸了杨幂 前段时间路跑男的时候 因为杨幂正处于生理期没有下水 时候很多网友吐槽说 给我八位数的片酬 刀山油锅我也伤 黄小明之前在拍录顶记的时候 也遇到了女孩生理期的事情 当时要下水拍戏 七个女孩有三个生理期的 不愿意下水